欢迎回来 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聊聊跟税收有关的话题 在中国不管是民众还是企业都在呼喊着税负沉重 不过您也许不知道啊 中国的税务部门却一直在为如何加强征收力度而民思苦想 如今税收征收管理法迎来第三次的修订 税务部门可以对个人强制征税了 日前国务院法治办公室公布了由国家税务总局 耗15年起草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修正案的内容包括税务申报当日办理登记并发证 个人纳税人应在居住地办理税务登记 建立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金融机构有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 扩大了税务机关的检查和强制征管权等 中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自1993年起施行 这是第三次修订 这次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 会给我们的纳税环境带来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为什么新版本将偷税的说法换掉了呢 那么今天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 财新宏观新闻部副主任王长永 这部关于税收征管的法律 时隔十几年来再次修订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修订 那么你觉得这次是大修还是小修 先说吧 这次修从条目上来说 从现行的94条修订以后增加一条到95条 从条款上看是一个小修 那么实际上从内容上来说 实际上也谈不上小修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修订 因为这里面这次修订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首次把个人 纳入的一个税收征管的这样一个轨道 就是我们个人要建立一个办理税务登记 然后要建立纳税人的纳税识别号制度 而且对个人也可以以后税务机关 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措施 或者是检查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原来主要是对企业 或者个体工商户 就是有过工商注册的这样一个企业 或者机构征收 那么这次修订以后 那么把这个就推广到个人 还有就是刑法修正案期里面 就说没有偷税这样一个名词了 就改成了规避缴纳税款罪 再一个增加了一个避税 那么规避缴纳税款是主观故意 那么漏税罪就增加了一个漏税 那么漏税实际上一个非主观的 就是不小心或者不了解法律 交的时候少交了税 那么性质上有个差异 这次修订以后就更加完善 那么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知道 刚刚是对可能要对电商收税的问题 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那么现在是不是说就有这个法理基础 向这个淘宝的店家来征收这个税 如果要是征税的话 那么淘宝会不会向税务部门 提供这个相应的淘宝的交易记录呢 我们现在呢就说个人店主在电商或者在淘宝网的这些店主呢 他实际上是应该落税 而且交的税收呢就是增值税或者营业税 那么现在存在的问题呢是税务机关没有能力征管 那么修订以后呢就说第一这些淘宝店主必须向居住地的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 然后要建立一个识别号制度 第二呢就是说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要向税务机关提供一个涉税信息 当然这次呢没有规定说淘宝网或者是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企业呢 向这个税务部门提供涉税信息 但是这里面提到了金融机构要向这个税务部门提供涉税信息 我们知道这是电商的经营 虽然它在支付宝商进行款项的交易 但事实上它还是离不开金融机构账号的这样往来信息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房产税 之前说到这个征房产税 其实最难的也就是几个问题 就是房屋信息的获得评估还有怎么征管 那么现在要是征管法修订后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 房屋的信息主要在住建部门 还有一些相关土地信息在国土部门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住建部门 就是必须依法向税务机关提供信息 现在呢因为没有法律预计 现在有个扯皮 我们看到呢税务机关想去征住房部门不给他信息 那么这是有一个法理依据 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提到 个人要建立立税办理拉税登记 拉税登记以后 那么拥有这个房子 达到这样一个征税标 拉税标准以后 我们个人也要去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就相当于你这个房子 就进入到税务机关的一个征管系统里面去了 未来呢就逃脱了就很难 到了这个征管惩罚 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可能在小饭馆吃饭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你向店家所要发票的时候 店家会说如果你不要发票 我会赠送你两瓶饮料 那么针对这种做法 那么这个修订法 它会不会有什么相应的规定呢 那么当然这次修订以后 因为这个个人呢 小财馆呢 个人呢也要建立一个税务登记 拉税识别号 还有信息共享 比如你财馆到银行存款 你个人存款 还有往来账户采购这些 那么它核定以后呢 有了一个更多的这样一个依据 更加准确的进行的征税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了 就是说税务部门现在征税 像过去是叫以票控税 就通过发票 那么未来它将转向于 以信息控税 就是说你即便没有发票 我掌握了你的经营信息 我可以准确的获得一个 就是向你征税 而逃税或者避税的这个可能性呢 就是大大的降低 那我们看到这次修订 其实更多的是在强调 加强征收上 如果一旦纳税人和税务部门 起了争执的话 按照现行的法律 是先缴税 然后再复议 那你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 对 这个呢是专家是一直在倡导的 就是不合理 我们现在看到 刚才谈到很多 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印象 就是说我们这次的 政管法的规定 就是说大大的加强了 税务部门的 政管的这样一个力度和强度 但是恰恰忽视了 对纳税人的权力的增强 或者保护 那么这里边一个非常具体的 就刚才你谈到 就是当税务部门征收税收 和纳税人发生了争议的时候 那么就是有一个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制度 就是组成一个专家组 对你这个双方的争议 进行一个中裁 那么现在我们的措施 是先征税后中裁 或者是用强制做 是对你的财产 或者你的资金 或者账号 进行一个税收保全 这样就严重的影响了 纳税人的一个持续经营 那么这个专家呼吁 应该就暂时先行政复议 后行政复议结果 双方认可以后 再进行缴税的措施 那么这一点 这次没有修正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好的 谢谢长永 从现代化的税收理念出发 税务部门和纳税人 应该是平等的关系 税收征管部门 更应该怀抱服务意识 做到以服务促遵从 税收征收管理法 不妨改改名字 就叫税收征收服务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